大约十年前,我在动物园里看见过一只类似狐狸的生物,可能是被关得太久了,脑子出了问题。 它低着头在笼子里,不停地,不停地,不停地绕着一个小圈圈。 步伐不是很快,也不会很慢,看得出有些焦躁,可是没办法呢,关在笼子里就是出不去, 只好不停地,不停地,不停地绕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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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圈圈。 如果狐狸会说话的话,或许会打电话向动报团体求救,或者,委派律师跟远方谈谈上班跟休假的问题。 老是被关在同一个地方实在不好受,但我也不想落得跟流浪圈一样的下场,这样吧, 白天的时候我工作让那些死小孩看狐狸场什么样子,晚上的时候,你们放我出来散散步,跟女朋友约约会,可以吗? 这番话虽然说得合情合理,但动物园不会接受,原因是,队员方可能会造成惯例上的困扰。 结果狐狸只好一声绕拳拳到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